所以類似這些 期末作業他們做的又更認真 我都抓網路資料用IE 或者用Query Table等等反正都沒關係 然後做資料分析 然後繪製圖表 所以他們做出來的話 像這個是下載台積電 各日成交資訊與繪圖 這個學生做的 他下載所有 下載的話 其實我本來想說 這個這麼多東西 然後繪圖也全部繪圖出來了 想說這個是不是 找槍手帶還是怎麼樣 後來我就看一下城市 好像都是我教的 對好像也沒什麼超過太多 可是做出來效果其實 已經出奇的好了 如果你要買台積電的股票的話 其實就是會 很有一個參考的價值 所以這個地方 他會繪圖出來之後 這個圖就會 後來發現 其實在ESEL裡面 本身就有股票圖了 只是股票圖你要有固定的欄位給他 好像第一欄的話 什麼第二欄什麼第三欄 每一欄每一欄都要給固定的欄位 他就幫你把股票圖給繪製出來了 其他的話還有這些 什麼 什麼營業毛利率等等的 這個也是網路上抓的 就把它繪製出來 那我這邊的話 剛好有把它的作業給找到 後來發現真的 各位可以看到 下載數據 按右鍵 看一下它的句集 其實它裡面的話 就是用幾個東西寫的 你會發現它其實 這個 Creditable 這個就是錄製句集產生的 然後 再來的話 IE物件 有沒有看到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現在交的 拿去抓台積電的股價而已 然後底下的話也是IE物件 有沒有 下載那個財物比例也是IE物件 所以 就我們講的東西 只是說它把它活用了而已 OK 另外的話 它最後畫出來的圖的話 我想說 匯圖部分 它匯出來的圖 圖表在這裡 上面這個是股票圖 其實我按右鍵 去找到它的什麼 找到它的那個資料來源 然後它的變更 選舉資料 資料部分的話變成說你將來如果要匯股票圖的話 你必須要 給幾個資料 這個資料的話必須是 12345 這五個資料 要給它 而且我印象中好像股票圖一定要是固定的 固定的欄位 不然的話你的股票圖會支付出來 因為它有固定的 一個規則 包含什麼呢 就是成交 金額 成交金額 然後開盤 開盤 最高最低收盤 這些把它抓下來 它有抓 然後再來按照它的日 或者月等等的 資料它就全部抓下來 那就 再丟給 那個什麼股票圖 所以你這個變更 按右鍵 這邊可以變更圖表類型 那這邊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 叫做股票圖的 有沒有 這個 股票圖也有四種 它是用第四種 所以喔 你們回去也可以試試看喔 不一定台積電嘛 其他的話 也可以把它變一下 所以每一檔股票 你就可以做一個 類似的分析 然後還下載哪些東西喔 可以看到 它底下部分的話 它還下載這一些啦 包含就是說 它的什麼 下載它的營業毛利率 然後呢 營業的利益率 稅前 禁率 等等的這些 然後把這一些有沒有 它下載的東西 全部匯製成 批次匯製成圖表 就是這些有沒有 把這一個 這個就是這個 那實際上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批次匯圖嘛 上面的名稱是 這個欄位名稱是固定的 只有下面這一列不一樣 這樣畫一個 下一個再畫一個 再畫一個 所以就把它疊在這邊而已啦 一個兩個 只是說 我們前面是 一直往下疊 然後它是 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變成分兩邊 就把它放在這底下 分別疊在這裡 有沒有 把那些全部都疊在這裡 哇 就感覺 其實就夠清楚了 印象中好像這個學生 是是是是 剛剛講是會計系的 而且會計系的學生很多 做的都差不多是這種水準 而且有些水準 好像還有比這個做得更好的 OK 都是我們上課講過的 有沒有 應該沒有 超過太多的 我印象中 而且錄影都有 所以其實啦 我講這些東西 後來我發現應該夠用了 我本來想說 還要不要交更多 後來發現 好像交更多 你們也不見得吸收得了 所以我當然我就講 最重要的 OK 前面都有講到 也許你就把它 做個變化吧 回去試試看 如果有 有想法的話 如果你也有在買股 因為現在 可以零股交易嘛 而且現在手機 非常方便 我發現像那個好幾個證券公司 手機的App都做得非常好 可以馬上下單 而且馬上還可以看股 等等的 如果說你要做一些分析的話 可以配合像 我們現在教的 你可以 而且下下禮拜 看能不能 做一個什麼樣的 就是 作業吧 OK 對 但我不要求你們太多啦 OK 我只要求你們當天要來就好了 我怕有時候想說 天啊 我還是不要 其實 就我願意花一點時間啦 反正這東西 學習本來就這樣嘛 一定會遇到困難嘛 那你如果困難過了之後 那當然你相對 你才有辦法學到東西啊 那以後如果說 剛好可以派用廠 然後可以修 修一點東西給別人看 哇 別人可能會驚呆 哇 這你哪裡得到的 沒有我自己寫的 這個很難耶 有沒有 其實有很困難嘛 我記得 這些好像 所以後來看一下 都是上課講的 而且範圍都沒有超過 OK 所以 這部分的話 提供給各位參考 很多啦 其實學生 做的東西 還有像組合圖 他組合圖 我們之前 這也是之前講過的嘛 只是說他把組合圖怎麼樣 變成 四種的組合 之前兩種組合 他變四種組合 OK 然後另外還有什麼 下載那個YouTuber的分 他可能對YouTuber有興趣吧 YouTuber有興趣 所以他做一些排名 那他搞笑的是最多的啦 我看他那個 佔比最高 那教育的好像才佔8% 然後還有像每日成交前20名的 然後甚至是等等的這些東西 全身都有做啦 所以這邊的話 我看底下 剛剛講到的 甚至我還有做那個 他這個前20名 他這邊開盤等等的做分析啦 我覺得這些高低的 這個收盤啊 等等的 價錢 另外的話呢 還有他有個同學是做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就是還可以輸入喔 看你的那個 股票的代碼是多少 輸入之後自動抓不同的代碼的資料 然後自動會 是那個 股票持股比例的 圖 圖表 也是把我們上課講的東西 只是說做一個參數 就是代碼 有沒有 這個難度就比較高了 但是其實我覺得 他做得好像還蠻不錯的 就把這些 圖表給繪製出來了 如果你做得更好的話 其實真的這個可以包裝成一個商品 OK 另外的話 熊獅旅行社 對於疫情 有沒有很大影響 有同學還蠻認真的 跟那個時事結合 一定是有啦 只是說影響多大 這個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圖表 這個營收部分都可以看出來了 2020年 去年的 跟前年的比較 2020 你會發現 1月份 還有成長 有沒有 但是呢 2月份之後的話呢 已經 三分之二 3月份的話呢 哇 快要到底了 有沒有發現 幾乎沒有生意的 所以這樣熊獅旅行社 還可以 只是 只是其中一家旅行社 比較大的旅行社 那其他家旅行社 應該要更慘吧 OK 那4月份的話呢 已經幾乎是到 5月份應該是最底了 這時候 生意應該是一落千丈 然後呢 慢慢有起來 可能國旅 可是問題 以這樣的業績來看 可能 應該有8成的員工 可能 會 有一點問題 所以相對的 他的那個 整年的營收 就變成只有這麼少 所以他年終獎金 應該就 很難看 應該沒有年終獎金了吧 OK 老闆可能自身也不保了 對 那他的股票 會有人買嗎 應該沒有人買 現在趕快想要賣掉了 對 不過其實 投資是這樣 越多人像台積電大家都想買 那好像應該越不能買 因為他就高點 反而像這種已經 快要水餃股了 感覺好像快要倒了 可是疫情過去 之後 他馬上回來了 對不對 所以 不知道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那個 我只是說 以我的角度 通常我都是盡量跟別人做不一樣的事情 如果別人做的事情 我通常不會去做 OK 總要有一個市場區隔 所以像我的課程 我盡量也不要跟別的老師一樣 不是在模仿別人的 而是盡量做大家有需要的課程規劃內容 然後大家 然後內容部分都是原創的 如果有別老師上的課程跟我差不多 程式也跟我差不多的話 應該不是我超他的 OK 應該是 不知道 OK 反正有些 每個老師風格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倒也 我是無所謂的 因為有些 有些老師 像昨天 這場 會議剛好遇到一個老師 他大概八點多的時候就傳LINE給我 說我有看到一個人的名字叫吳清輝的 然後因為他到現場 然後我就說 沒有啦 那個可能跟我同名同姓吧 因為他看到 他就參加這個研討會 OK 然後看到我的那個名字 剛好在那個講台那邊 他問我 他有拍照 他說 這是你嗎 他開玩笑說沒有啦 那個可能同姻同姓 後來跟他講說 那就是我 那個 參加的那個 老師剛好是那個 趙茂林老師 他去那邊 然後他有看到 他就問我 是不是 OK 那會後當然我有跟他稍微小聊一下 因為我其實跟他認識還蠻久的 認識也超過20年了 OK 那 那 另外的話 還有學生是做什麼 台北市的捷運量 可以看得出來 從那個4月份到底 慢慢又回升了 所以喔 其實這種當然也是一個 不錯的 那疫情到觀光課有沒有影響 一定有嘛 以前 像9份有沒有 滿街都是日本課 可是日本課從幾月份就沒來了 3月之後 到4月就沒有 日本課了 那韓國課呢 也是一樣都沒有了 然後呢 香港課 像以前 下去9份也都是香港人 也都沒有了 那什麼人會來呢 發現呢 從8月份之後 有一個國家的人 來的 反而是增加的 印尼 OK 因為大家有還是對那個 就是外勞還是有需求 OK 那其他的話大概是這樣 那其實我大概就做一個 說明 沒有 說明 已經是 最後 說明 谢谢大家